普通人应该在这个季节 应该怎么养生 注意什么呢 我这有个方子 配的 那么它不光是说养盐了 它主要就是适合于 这个季节来保养的 那么我把它取了个名字 叫相思长生粥 相思长生粥 对了 这喝完了之后 这一辈子都 像我都得相思啊 为什么叫相思长生粥呢 对 因为这个季节 是跟7月7号应景的 7月7日长生殿 夜半无人思雨时 在天愿作比一鸟 在地愿为连离之 这是这个 杨贵妃和唐明皇的故事 所以我们这个方子里头呢 因为它有两样东西 你可以把它比喻为 相思和长生 豆美就是 对了 在戏曲当中我跟你说 就用豆来比喻相思 红豆 然后长生呢 我就知道了 因为花生是长生粥 对了 我们就是用这四样原料啊 我们就把这四样原料特别简单 我们就是把它熬粥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喝这样一碗粥呢 有一个道理 这个时候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现象 在自然界 它对我们人体的影响叫湿气集体 就是天地间的湿气它往下走 它侵袭人体 它侵袭到那个胃呢 这人就觉得恶心 凶闷 然后侵袭到我们的肠呢 这个人就腹泻 然后如果侵袭到皮肤的时候 这个人就过敏 所以你会发现 在每年在初秋的时候 就很多人就是拉肚子啊 秋季腹泻什么的 对 或者变糖啊 各种各样的症状就都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喝这个粥呢 主要就是去掉内湿和外湿 同时给它去 而且这个时候还有一点余热 天气呢并不是很寒凉的 所以我们用一点绿豆 给它清掉 然后再补一补我们全身的气血 那怎么熬呢 就跟熬粥一样熬就行了是吧 对 就把这几样的熬一下 如果你时间不够的时候 你就把红豆呢 事先泡一泡 但也不用泡很久 这几样都很快 就可以熬好的 米呢就是用金米 它的补气效果会更好 而且这个粥呢 我建议就是一定是大米 其他的米呢 它效果就不好 就得要配上大米效果才好 理解 好